好 而在事實上 我們也持續要來精進 我們各式的國造飛彈 像是中山科學研究院 今天就在屏東縣的九棚基地 進行了新型的飛彈試射 更是很罕見的 飆出十萬尺的彈道高度 傳出很有可能 就是天空四行的防空飛彈 而且在同一時間 有一次前來徵搜的 飛彈參數的攻擊線中 也立刻被我們的空軍 廣播區裡 停車講電話忽然 爆炸去想後 就像一道逆向流星 這是中科院正在試射新型飛彈 傳出就是還沒亮相過的 天空四行 緊接著又一發來了 速度飛快瞬間離開視線 幾乎比直朝空中飛去 彈道高度罕見飆出十萬尺 大約三萬零四百八十公尺 中科院在屏東九棚基地 連續發射五枚新型飛彈 才一小時左右完成作業 但在執行第二發的前一分鐘 卻有共機現宗遭到我方驅離 這絕非巧合軍事專家分析 共機的出現就是要刺激搜集飛彈試射機敏的相關 殘述 反制中共射洲際飛彈的威脅 我軍積極強化戰備 上個月才進行實彈射擊 精準命中把機的攻三飛彈 攔截高度大約四十五公里 而這回可能試射的攻四飛彈 手臂範圍更廣 高度來到七十五公里 尺寸也比攻三還要大 號稱臺版薩德系統 如此一來 面對共軍最新型 東風十七高超音速飛彈 就能扮演攔截壓制利器 束手台海 反彈道任務第一線